每个人都是地球的一份子 透过持戒如数 祈愿疫情能够早日消灭 学习佛法可以开启每个人的潜能 修福修会广结人间援 一句经文如伐水 可以洗滴净化心灵 勤修界定慧 用般若的智慧认识自己 看见五云皆空心无挂碍 不能四家族 四家族外面 走的都在那家、家、家、一四家族 都去那家族外面 都到那儿 那个贩卖店 那个什么店 这时来 阿弥陀佛 世纪不是败 世纪真好 年约真败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要如何出现这个结想 这就要求聚的人去选择 没法导致跟他们说 就要你要相信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都无知无人 这就是我们替你们相经祈求 拜佛就是这样而已 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平安 我们伯生才的平安 大家都是这个地球的一份子 生命是彼此奉献 互相服务的 面对疫病灾情 除了持咒善心 更要注重灵性层面 与信仰层面 不要杀身 以素食 尊重生命 怀着爱心跟怜悯心 彼此祝福疫情的种种灾结 早日过去 史房新闻 辉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